大家好 正式节目开始之前 咱先上个硬广 我们在5月19号到5月24号准备组织大家到东北的两座历史文化名城 沈阳和锦州进行游学 大家都知道 我就学习中国历史 最喜欢的就是民族关系 对外关系 军事战争和政治制度这些方面 所以我特别喜欢去那种有少数民族政权痕迹的地方去游览 你看沈阳不用说了 大清王朝的兴起跟他关系重大 因此我们可以去看沈阳的故宫 太祖的福陵 太宗的昭陵 另外还有清末的东三省总督府 还有张作霖的大帅府 整个清朝到民国初年的历史 辽宁省博物馆 更是海内数一数二的知名博物馆 这个藏品之丰富 让人眼花缭络 锦州更不得了 比沈阳的历史还悠久 契丹人的辽 女真人的金 满洲人的青 都跟这个城市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所以锦州一县的凤国寺 八大辽垢之一 北镇一屋履山 唯一在关外的镇山 著名的重圣寺双塔 还有东北最大的藏传佛教庙与瑞英寺 这些东西都特别值得一看 所以非常期待能跟大家同行 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报名了 欢迎大家 好 咱们这个言归正传 现在咱们要是听说谁年纪轻轻 趁着家大也也大 胡作非为不学无术 就会称呼它是牙内 可以说这个词放在今天是一句骂人的话 那么牙内到底是个什么群体 做过什么事才这么招人骂 咱今儿就来聊聊这个 牙内顾名思义就是衙门以内的地区 自然就被称为牙内 最早这个词出现在唐代 跟光二代八竿都打不着 是禁军的一个称呼 唐德宗是左右卫上将军大将军 并于牙内宿 要求自己的禁卫军头领 晚上要在宫里值班 保护皇帝的安全 此后牙内就演变成了 仪仗队和警卫队 比如皇宫里的禁卫和仪仗队 就分为五仗 号牙内五位 地方上中晚堂由于翻证割据 各地节度使都可以自己招募属官 涉及到保卫节度使安全的部门 也惯以牙内两个字 比如牙内指挥使 牙内兵马使等 既然是保护长官的安全 那自然只有最亲近的人才能胜任 节度使下面的官员 为了表示自己忠诚 纷纷把自己的软肋送过来当差 久而久之呢 牙内官就成为高官权贵子弟的聚集之处 到了宋代呢 天下成平 又吸取前朝翻证割据的教训 地方官自己招募属官掌兵的权利 被完全剥夺了 自然不会再有牙内们 来保护地方官的安全 可这些带着牙内二字的官名啊 就保留了下来 被当作呢 分给功臣或高官之子的阴职 这种职务没有实权 能当上完全因为自己老爹的背景 这么一来 牙内这个词 又彻底跟官二代就绑定在了一起 以至于呢 到了宋元之交 即便从来没有担任过什么牙内官的权贵子弟 也可以称呼牙内以示尊敬 因为这个牙内的家庭背景都不一般 所以皇上呢 也会拉拢这些牙内做驸马 以此呢 拉拢朝中的重臣 宋朝大部分驸马都是二代出身 宋太祖的大女儿嫁给了王沈祺的牙内 二闺女嫁给了使手信的牙内 不过呢也有牙内志向远大 对于皇帝抛过来的橄榄枝视而不见 赵匡印暂位的时候呢 素位万岁殿牙内叫李继昌 天天跟赵匡印呢 低头不见抬头见 赵匡印见小伙子长得不耐 而且呢颇有能力 再加上他老爹呢 是李崇聚官居淑密院使 大宋的这个总参谋长 就想把字的公主呢 许配给他 但是这位李牙内说宁当牙内不当驸马 原因是呢 当了驸马 政治上就不能进步了 宋朝的驸马呢 结婚之后 只能挂一个驸马都尉的虚弦 然后呢就可以养老了 为了表示不娶公主的决心 李牙内赶紧闪婚 找了个老婆 赵匡印知道这件事之后 虽然心里不爽 但是李继昌呢 毕竟是个人才 所以呢仍然也没有给他小鞋穿 因为这个赵匡印毕竟心胸很大 所以李牙内出入皇宫 仍然是如履平地 李继昌后来结局也不错 被宋真宗呢 封为左神武军大将军 也许是他们家基因不错 这个李重旭的儿子呢 这个李尊旭 也是仪表堂堂 赵官家呢 也是铁了心了 要和老李家接亲 所以宋真宗的妹妹呢 万寿公主就被指婚给了李尊旭 这一次呢 他们终于成了一家人 但这个李尊旭呢 这个 他这个人就不怎么样了 乱人伦的渣男 居然和万寿公主的乳娘 搞到了一块 还被万寿公主抓了个现行 为此呢 李尊旭就只好上表 自贬外派 后来他们家呀 有一个后人很出名 叫这个李修元 李修元出家之后呢 就是寄公 对于像李尊旭这样 有辱家风的崖类 宋朝的士大夫家族呢 也不想看见 所以这些家族呢 就制定了家训 用来约束后人的行为 范仲淹呢 有益庄规矩 这个包拯晚年呢 也留下了一则家训 后世子孙世患 有犯脏烂者 不得放归本家 王末之后 不得葬于大营之中 只要后人贪污 就被包氏家族除名 这些家训 也确实呢 起到了 规范后人的行为 包拯的儿子包寿 孙子包永年 都不折不扣的 执行着老包的遗言 另外宋朝 还保留着恩恩之志 但是科考呢 已经是取士的主流 根据统计 两宋141位宰相当中 可考为官二代的是62人 其中的53人 正儿八经是科考出身 只有9人靠恩恩得官 由此可见 这些衙内们也是很争气的 很可惜的是呢 争气的衙内只是少数 大部分人都像李尊旭一样 荒唐透顶 南宋史学家李涛 在旭资质通鉴长篇当中 记载宋太祖年间洛阳城中十位焦横跋扈的官患子弟 被称为石衙内 平日里放荡不羁 宋太祖执政期间呢 因为自身羽翼未封 用得着这些衙内的父亲 所以对这些衙内的不法行为 就是睁一眼闭一眼 之后继位的宋太宗 为了解决这些横行霸道的官二代 很废了一番脑筋 先让地方官把这些个小祖族们的名单都统计出来 然后通通招到京城 给了一个殿前城址的官座 全且呢 放在自己眼皮的底下 管起来 可惜他这办法治标不治本 衙内们的豪横奢侈 并未因此而止 反而是建了京城的花花世界 玩得更嗨 最后呢 成了民间祸患的象征 既然衙内风评这么差 所以宋墨元初出现的戏剧作品当中 他们就不会有好形象 原杂剧角色 第一次出场都会说一段定场白 而在衙内的定场白当中 基本少不了这么几个必备要素 花花太岁 烂子丧门 这个权豪试药 历代沾鹰 以及打死人不偿命 民众们看见这些继戏曲 自然对衙内的反面形象就进一步加深 所以水浒传里才会有高衙内这样的形象 如果说啊 西渠里边啊 这个和宋朝的衙内们啊 离现实生活比较远 民众对衙内没有直接的感受 那明朝历史上有一个著名的衙内 这个人物啊 基本上就民众真切的感受到 衙内什么德行 就是家庆年间 执着总督胡宗县的儿子 胡衙内仗着的老爹是总督 在江南地面上横行霸道 每到一处都要求地方官盛行款待 到了淳安县境内 好巧不巧碰上了第一清官海瑞 海瑞当然不会给这种公子哥眼色 受了冷落的胡衙内呢 只好拿驿馆的驿族出气 海瑞听说之后丝毫不客气 跟人讲啊 胡总督以前出行 都勒令当地不要铺张招待 这小子如此放肆 一定不是胡总督的儿子 于是呢 不由分说 把胡衙内抓起来 所带财务全部充公 胡宗县呢 也吃了个哑巴龟 不敢再说什么 这起事件实在是太有戏剧性 因此呢 被后人编成了海瑞制斗衙内 在后世呢 广为传颂 自此衙内 在人们心目中 就坐稳了今天的形象 衙内们啊 甭管是雄才大略 还是无恶不作 本质上呢 都是皇帝集权的产物 能够横行霸道的原因 是他爹在皇帝面前受宠 如果没这个爹 或者皇帝不宠他爹了 他就狗屁都不是了 好了 关于古代衙内 咱们今儿就聊这么多 欢迎您关注我的频道 加入我的会员 参加我的游学 谢谢大家